看那個其實就像樣子 真的很好吃喔 跟芋頭一夾就斷 真的超鬆軟的 然後小卷看起來也很彈牙 那海鮮竹呢你可以用氣炸鍋 也可以用烤箱 然後也可以直火炭烤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海邊太太 歡迎大家收看我新的單元 一日三餐視頻 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 好事多的一日三餐 耶 為什麼會想拍這個系列呢 因為呢我自己呢 平常煮飯有時候煮得很累的時候 我很喜歡取全聯啦 或是好事多啦 就是一些比較都半成品的東西 那我這樣就可以一天三餐呢 就很快速的備好 那我們第一個呢早餐呢 會跟大家分享跟開箱 青醬雞肉起司三明治 午餐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也是大家還蠻好評推薦的老鞋 鮮味小卷米粉 那晚餐呢 這是我在好事多有看到 這個 蔥和海鮮串 它總共有22串 所以晚餐好像可以吃得很豪華 再加上因為晚上其實不太吃點的粉 所以呢 我有多買了像是這樣子的生菜 然後還有我最喜歡好事多的這個 很大的那個大片的菇 好那等一下呢 就會跟大家開箱跟分享一下 吃起來口感 跟我大概都是怎麼料理它的喔 GO 這個青醬雞肉三明治呢 一共有8個 然後329塊 所以平均呢 一個大概48塊左右 那這樣看起來呢 其實比你去外面買一下帕米尼啊 或是這種 沒有很多的三明治比較起來 其實是比較划算一點點的 那它的內餡呢 非常的豐富耶 就是除了麵包有抹上青醬之外 然後有很多的起司 然後它的雞肉 火腿呢 也有三大片喔 算是屬於比較健康的 然後有放一些像是番茄啦 還有大黃瓜 一點點的蔬菜 所以如果當早餐的話 我覺得營養是很足夠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加樂後的口感吧 我今天是用熱壓吐司機來加樂 因為很簡單 直接一塊一塊放進去就可以啦 加樂後打開的那一瞬間 其實可以爆炸的滅滅 比我想用中更濃郁的香味 然後它的麵包呢 其實加起來就是一點點的脆 不至於到就是用烤箱烤出來的脆度 那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起來的口感吧 你看看那個其實就像樣子 真的很好吃喔 我現在呢 那把三明治一個是用熱壓吐司機烤過的 那一個是它原本就是吃冰冰冷冷的 那為什麼我想要吃兩個口感是 像我之前出國的話 其實滿多外國人他們三明治是直接冷的吃的 所以或許它可能冷的有冷的吃法 但趁熱我們先來吃吃看 因為它算是以早餐來講我覺得很豐富的 然後呢 它麵包啊原本我以為它是佛卡蝦 可是我後來發現其實它是馬鈴薯麵包 但我覺得如果是佛卡蝦的話 會吃起來更好吃 因為它有香料味 那如果大家對於做佛卡蝦很有興趣的話 我有一隻就是不用揉 只要放在冰箱就可以做的佛卡蝦搭配看看 好 那我們來開吃吧 偏盡頭先吃 我覺得當早餐是很可以的 特別是呢 如果說小朋友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然後就是真的很感激 它烤出來其實跟外面的早餐店 其實吃起來是差不多味道 那我們再試試看 就是如果就是它原本的口感的話 其實 出乎我意料 它冷的吃蠻好吃的耶 其實說實在 因為它冷的吃它的麵包是屬於濕軟的 所以它咬下去雖然沒有像那種脆麵包這麼硬 就是不會有那個口感 可是它配起來就是我覺得是很柔和的口感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烤過的起司味道沒有那麼重 反而其實是它的那個 雞肉的火腿的味道還比較出來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早餐我應該不會用熱壓上面吃 我直接單吃 我覺得反而它裡面鎖的味道才跑得出來 熱壓上面吃好像把起司融解了 所以會變成它會起司味重一點 我就看大家就是喜歡的口感 那如果說覺得蔬菜量不大 像我自己就會再加一個蔬菜 這樣就不擔心營養不夠的部分 吃起來會更爽口一點喔 那另外如果是呢 你就家裡成員沒有那麼多 巴格太大 那我後來其實呢 也就是把剩下冷凍起來 然後退冰之後用烤箱烤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也很好吃耶 然後就是我們來吃老鞋蒸的鮮味小卷炊粉 裡面呢大概總共有兩大組 那有像是爆香的料包呢有兩份 然後生鮮的小卷有兩包 然後炊粉有兩包 高湯是有四包的喔 大概就是一次可以煮兩大組 那高湯一次就要用到兩大包這樣子 它的高湯要煮起來有一股清甜 然後是用豬骨雞骨蔬菜去熬的 我覺得非常優秀的高湯 然後炊粉呢退一動之後呢 快速的丟進去大概五分鐘 再把所有的料放進去就可以啦 整個過程呢不大15分鐘 你看看這芋頭一夾就斷 真的超充暖的 然後小卷看起來也很彈牙 那我們就來試吃吧 已經做好囉 那你看很簡單吧 然後我很期待這一個就是做午餐 這個我覺得大概兩人份 它總共有兩大組 那一組我覺得可以兩人份吃 然後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它很快速的就做好 然後它的小卷是蠻新鮮 記得要處理過喔 我還是會把那些就是裡面的 內炸什麼都處理過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它的小卷 超彈耶 這很新鮮的這一種喔 我覺得這個可給過 是好吃的小卷 是很有Q度 如果大家可以再搞剛一點就是 你煮完之後再過一下冷水再放進去也可以 但因為那個肚子真的太餓了 所以我就先這樣子 然後呢這一個 那麵粉呢 我其實是故意讓它煮得有點Q度的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屬於那種 我太喜歡吃太暖的 太暖嫩的 麵線類的 或是麵粉類的 嗯 它上面講煮10分鐘 其實我覺得5分鐘差不多 5到6分鐘 不要煮的太暖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含牙度剛剛好 然後我最期待就是它的湯頭 畢竟它是老鞋蒸 所以 它的湯頭一定是比較厲害的 好香耶 它的湯頭確實是就是 油蔥香很重 然後也喝得到就是香菇的味道 然後海鮮味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棒耶 然後現在是我自己加的 但這個的話 我覺得在午餐來說是很方便 剛剛的晚上我們來吃一點生活的 這個呢 綜合海鮮串呢 總共有22串 然後裡面有白帶魚串 然後帆利貝串 白蝦串跟魚板 然後是來自台灣啊 日本跟泰國的海鮮喔 那我買的時候是799塊 所以平均一串是36塊 如果36塊就可以吃到這麼多海鮮 我覺得還是還蠻划算的呢 吃燒烤也要吃點蔬菜 然後這是我在好市多非常喜歡的 波特貝勒菇 這個海鮮竹呢 你可以用氣炸鍋 也可以用烤蝦 然後也可以直火炭烤這樣 那我這次往西乳上面直接直火炭烤唷 這個豪華海鮮串 那它其實我當不買的時候呢 是799塊 它原價999 所以799一串大概是36塊 那這樣吃起來其實算蠻划算 因為你看一串36塊 就可以吃到像是白帶魚啊 它白帶魚長這樣 然後 這串扇貝 然後跟蝦子 然後還有像這種魚板 然後跟就是我愛吃的香菇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有沒有值這個錢 這個 我覺得呢 當然你跟真正就是那種 現撈 比如說像我去韓國吃的那種白帶魚的新鮮 但不能比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會常在網路上買一些冷凍的 像那種白帶魚卷 它吃起來的味道跟鮮度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比較起來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又很方便 它一定幫你捲捲捲起來這樣 然後再來是扇貝 我覺得扇貝它屬於有嚼勁的那一種 然後不會吸 我36塊吃一串扇貝我覺得真的很可以耶 我們來看一下蝦子 蝦子它是有帶殼的 然後有些人是 吃蝦子是可以直接連殼吃進去 我是屬於那種可以吃蝦殼的 你也可以剝一剝 它其實烤過之後 是很好剝的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像那個 你去炭烤店吃的那種蝦子的樣子 我覺得這一個可以買 799 特價799 就真的可以買 這個呢 就是它的那個很大的那個香菇有沒有 這個我已經 買了大概 只要去好吃的時候我就會買 因為它我沒有吃過就是 這麼大的菌種類 然後很多隻 之前很流行就是這種 會做成一個漢堡 就是不吃澱粉 然後把肉放在裡面 這我不用吃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很好吃 但它不是在這個好把海鮮桌裡面 可是我覺得 多一個蔬菜 就可以均衡一下營養 好啦 我們今天呢 一日三餐 吃好事多 就是今天就是這樣跟大家分享啦 小弟 那也要跟大家講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囉 好 好